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PO公民新聞報 新北市的巴黎焚化場 日前舉辦了一場特別的環保婚禮 除了利用環保素材 佈置會場外 也安排了導覽行程 讓參與的賓客 可以親身體驗環保的概念 今天總共有9對伴侶在這裡互許終身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已經結婚超過58年的今婚夫妻 攜手走過半個世紀的他們 依舊相當甜蜜 婚禮上也有初婚的新人 對環保的概念相當有想法 決定來這裡參加綠色環保婚禮 一起步上紅毯 讓現場洋溢著一股幸福的氛圍 有別於一般的傳統形式 今天的綠色婚禮還設計了體驗活動 像是小木屋導覽 原生植物富裕方法等等 讓來參加的親友們能夠親身體驗環保概念 過去可能很多人覺得好像辦一個環保婚禮 是一個蠻樸素的 然後不風光的感覺 但是可以透過新的一點巧思 就可以有很多的資源可以被保留下來 能夠讓我們的婚禮的朋友參加 都很有紀念性 很有一個特別的婚禮 最重要還有最好的最好的 環保教育宣導的一個概念 在婚禮當中加上了環保元素 一方面促成多對家 另一方面還可以在過程中 提倡綠色生活 讓新人們能有一個美滿永續的未來 身心障礙者想要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真的不大容易 有位自己本身也是身障者的老闆 就開設了一家專門提供身心障礙者 工作機會的庇護工廠 讓更多的弱勢者也可以自食其力 從工作當中找到成就感 位於新北市新建區安德街的九大VU工廠 是新北市第一間由民間企業 申請設立的BU工廠 廠區內所製作的產品 便是最近收到業界喜好的LED燈泡 當初設立工廠時 並簡化了製作過程 好讓身障學員們能夠輕鬆上手 期待又棒 非常好 互相的成長互相的了解 輔導員吳宏恩表示 BU工廠內的學員們 是依照身障程度的不同來做訓練 由於董事長蔡炎暉本身 也是身心障礙者 想要幫助同樣是身心障礙者 回到社會 讓他們在工作上發掘自我 找到成就感 才和政府合作創設庇護工廠 這也是他數年來堅持的理念 創辦BU工廠的最大用意就是 讓一些有工作意願 然後有工作能力的神經障礙者 他們能夠有一個地方 能夠訓練他們的職業能力 最終目標就是能夠回到一般的社會上 發揮他們的一些所長 學員們專心分工合作 並且有效率的各式旗職 也在工作中找到使命和成就感 和正常社會人士一樣 用自己的勞動換取金錢 BU工廠不僅是提供了他們一個工作機會 更是照亮了他們生命的希望之光